Hello大家好,这里是飞行专家王机长YouTube官方频道 话不多说,这回是大家非常期待的航空事故解说了 咱们今天讲的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 可能很多朋友也都看过这段视频 还有朋友来问问过我这是不是批的 这不是批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实拍画面 美国国家航空102号班机事故 2013年4月29日 一架波音747400型飞机正停在阿富汗巴格拉姆机场 准备执行飞往迪拜的美国国家航空102号班机任务 注意关键词,2013阿富汗美国国家航空 大家应该就知道咋回事了 阿富汗战争还没有结束 这架波音747也是帮着美国军方用物资 运的什么物资呢 是5辆MRAP反地雷伏击车 这个车一辆就十几吨重 不过波音747还是能拉得动的 这架飞机也是身经百战了 机灵20年,历经多家航空公司 甚至身份也从客户混合级改装 变成了纯货级 最终来到了阿富汗执行战区的危险任务 事发之时 这架飞机正在为美国空军机动森林部服务 本次航班的机组一共有7人 以合约形式受过于美国国防部 他们计划是从法国沙特鲁飞往阿富汗的坎普堡 在这里装了货再飞往迪拜 现在装好了货 结果到了巴格拉姆 是因为中途来这加个油 所以机组已经连续工作了20个小时 都盼着赶紧飞到迪拜好好歇歇 机长还说了一句说 赶紧到地方下班好好休息休息吧 不然到明天我就是个废人了 玩笑归玩笑 飞行员现在的精神还是十分的紧张 因为毕竟是战区 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会不会天上掉个炸弹 所以也都盼着赶紧起飞 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下午3点25分 延误了两个多小时后 机组终于被允许起飞 飞行员乐坏了 赶紧上跑道 一推油门一拉杆就呜呼起飞了 正当他们以为这又是一次枯燥无味的飞行之时 突然就出大事了 起飞没多久 飞行员刚收了起路架 飞机就开始不受控制的抬头 而且还越抬越高 起路架也没收好 任凭飞行员怎么压杆 飞机还是在继续抬头 此时的机组就算再经验丰富 也得惊慌失措了 这谁见过这场面 关键是还刚离地没多久 这不BBQ了吗 所以飞机到底发生了啥呢 这个事咱得从头讲起 其实问题就出在飞机拉的货物上 咱们前面讲了这回飞机拉的是 MRAP反地雷伏击车 这是航司这架飞机和机组人员的第一次拉这东西 都不知道该怎么去正确固定 装卸人员按照公司的货物装载手册 给出的程序进行了固定 本来固定所带是需要以特定的角度绑住货物 才能获得最大的负荷能力 绑这个车应该凭着绑 但装在手册上没写 就说无论所带的角度是多少 反正每根所带的复合能力都是2.3吨 装卸长也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和相关的资质 所以他们就计算过后按照他认为的绑法绑了 其实飞机在这次起飞之时 以正确方式绑好的所带还不到规定的一半 就这样 飞机起飞之后在爬升过程中 反地雷伏击车因为倾斜而向后滑动 仅仅是滑动 改变了重心也还好 关键是这车特别的重 一路往后滑把不该撞的东西全给撞坏了 包括飞行记录仪和液压系统 即便这样飞机其实还能撑一会儿 可是这小车为了干掉飞机也是一点没卸劲 直接把水平文艺的制动裸杆也给干费了 升降舵直接彻底失效 在飞机刚刚起飞爬升的时刻 失去升降舵是具有毁灭性的灾难 最终这架飞机没能创造奇迹 本次事故最终导致机上7人全部遇难 在此向所有遇难者表示哀悼 比较有意思的是 发生事故之后 塔利班马上宣布对此次事件负责 但是调查人员看了一圈 愣是一点没看出来遭受袭击的痕迹 经过仔细调查之后才发现了事故的真相 最终NTSB给出的结论是 这起事故的原因是美国国家航空公司 对特殊货物的限制程序不充分 导致装系人员进行了错误的操作 本次事故之后 各大航司开始重视起程序的漏洞 和对装系人员的培训 航空安全的每条规则背后 可能都是一场场饱含血泪的悲剧 我们也是站在这些苦难之上 砥砺前行 好的 那这就是我们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点赞订阅并开启推送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其他影片了 这里是飞行专家魔机长 那我们下期再见